那些年系列 我的电影时光 回忆中我所接触的电影 应该是从1960年代童年开始 直至80年代中期出国位置 小时候常被哥哥带去电影院 但是经常正片还没上映就肚子痛 凯特指的和检票员商量 气急败坏地陪我回家之后 匆忙赶回去继续看完 当时模糊的记忆中 感觉眼前都是黑白的武侠片 而且特殊效果都是用色笔画的 能记住片名的只有海底龙吟剑 依稀跟着哥哥念着 落魂扇 五刀派 秦岭双胸真厉害 小学时代自己也看了些喜剧片 像是饭桶挂车轮之类 回家之后居然笑得合不拢嘴 此时对剧情的理解 就停留在这不是打架的还是亲嘴的 以及它是好人还是坏人的水准 童年里印象最深刻的 应该是家喻户晓的西片真善美 家庭教师带着七位原本居锦的贵族子弟 学唱歌 翻山越岭追求自由的故事 不但让我感动 而且直到现在 几乎每一首歌都能朗朗上口 虽然当时英文一点也不懂 国中时代开始对情色 裸露的电影和书籍好奇 除了紧张兮兮 掌红满脸的站在书店门口 快速翻阅色情杂志之外 还打听到要去看广告牌上 画有眼睛的电影 曾经鼓起勇气打电话 询问一部叫做 《五虎催花》电影的放映时间 然后因怕被师长发现 捏手捏脚的终于混进去看了 然而拜当时电简标准所赐 自然是大失所望 高中时期 班联会曾经在校内 为我们放映了一部 由亚兰德伦 查理斯布朗逊 乌苏拉安德斯主演的《大太阳》 这部西部电影 剧情忘了 但是原本期待 乌苏拉安德斯的性感片段 都被剪去 抗议之余 班联会特此向同学们道歉 并建议留白处自行想象 当时对公馆的东南亚戏院 非常向往 不但因为 它总是放映廉价二轮戏片 也因它靠近台大 或能沾染些许文艺气息 有趣的是 一旦如愿考取 进水楼台 却反而对它兴趣缺缺了 从大学新鲜人时代起 就经常乔客去西门艇 看早场戏片 感觉那是身为文青该做的故事 当时中华商场和铁轨并排 大小戏院如新生 月生 红楼 真善美就在附近兴罗起步 记得真善美还手上蓝厅 红厅 交错放映不同电影 开启小店影院的先河 游记联考放榜后 父亲曾带我去西门艇 看火烧摩天楼 当时灾难片盛行 同一时期还有大地震 海神号等等 那灾难场景经常把我压得喘不过气来 直到电影散场才发现 外头还是风和日丽的蓝天 接着灾难越上舞台的 有劳伯瑞德福和保罗纽曼 共同主演的虎豹小霸王和刺激 把我拉到了美国西部和赌场的世界 不但剧情引人入胜 那些优雅眷勇的主题曲 至今依然在我内心激荡 然后就是斯蒂芬师匹薄的崛起 大白沙 第三类接触 外星人一体 印第安拉琼斯 回到未来 煞时间扩大了电影的视野 升天入地 古往今来 无所不能 石匹薄的世界 永远充满了冒险和惊喜 当时唯一能与之抗衡的 大概也只有007电影 虽然同样的精彩刺激 但是主题未面狭隘 而且总是俊男美女和新型武器 超现实打斗与性感比基尼 只适合合家观赏的贺岁片 风潮之外 我个人特别喜欢的 其实是温馨感人的幽默伦理片 如安妮霍尔 再见女郎等 曾带给当时的我 一时励志当电影编剧的遐想 至于港台电影 在李小龙巨星陨落之后 当时基本上是古龙 成龙 琼瑶和许冠文 各具一方的局面 他们总在寒暑假荡期立抗西片 彼此之间也杀得不可开交 古龙的流星蝴蝶剑 天涯明月刀 蝙蝠传奇 三少爷的剑 剧情诡异阴沉 成龙的则是罪权系列 蛇形雕首 师弟出马等 把武侠和喜剧融为一体 也是他日后作品的基调 至于琼瑶 自然是靠着俊男美女偶像剧情 持续着他三听电影的基调 如庭院深深 海鸥飞出 在水一方 我是一片云等 牢牢掌握情斗初开的市场 而许冠文三兄弟的 天才与白痴系列 包括半斤八两 摩登保镖 鬼马双星等 让我见识到了 港式演查之外的 港式幽默 以及港式的抒情和摇滚歌曲 在浪漫 武侠 搞笑片告一段落之后 国片终于开始内行 有了深度 搭错车的成功 一样的月光和酒干躺卖舞的唱遍大街小巷 终于突破了以往的苛旧 开始为国片打开了一片新的天空 和不一样的月光 大学毕业之后 历经当兵读研究所 之后出入社会 到日本出差 利用假日在东京看了红衣女郎和末代皇帝两部电影 当时末代皇帝在台湾 还是被新闻局进演 但是红衣女郎之后 在东南亚戏院上映 虽然也被剪了不少 但是笑声依然贯穿全场 史蒂夫万达快指人口的 I just call to say I love you 一路唱到了四十年后的今天